哈喽大家好 上期视频我们深度剖析了 李安如何利用那三段极具争议的心爱场面 层层递进故事的脉络 这当中隐藏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势力大更迭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抽丝剥茧 一层一层为你揭露色界背后埋藏已久的暗线 让你更好地理解色界到底说了什么 是卖国求荣 是歌颂汉奸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分析分析 为什么老姨会隐瞒军火的下落 爱里说他应该以这个作为筹码 向重庆表示诚意啊 说明这其中有第三方是李 藏得很深 为什么我开头分析半天找一生人的原型 就是在找根源 这不仅是李安不可泄露的天机 也是张爱玲小说的秘密 虽然李安有意在藏 但留心的话没有什么事是小事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 义说在车站抓了两个重庆的重要分子 他认得其中一个是以前党校里的同学 这里提党校就很可疑 会应该是军校吗 你干啥啊 我想看你是不是睡着了 两个重庆的特务在党校毕业 还记得梁朝伟演过什么戏吗 但没留得华上 再比如电影里出现了几处 俄国人的痕迹 最值得留意的是 梁太太和马太太的一段对话 我亲戚托人从俄鬼的手里买了 赚钱 黄赚楼 是个贵族卖出来的 俄国贵族满大 就是讨厌屁股 当心买到假的 听出来什么猫腻了吗 俄国人不就是苏联吗 那苏联代表着什么 战斗 讨厌屁股 就是结物资啊 好 有了第三方势力 我们再来讲讲电影最后的刺杀场 红口那晚的一曲 《天涯歌女》唱出了山河破碎 身世浮沉的彷徨和哀愁 也唱到了易先生的心里 他们都将被所处的时代 裹进历史的洪流 冲刷的不留一点痕迹 颇有同事天涯沦落人之感 算是给他们感情的升华做了铺垫 也才有了后面彼此的难以割舍 那么有了这个铺垫之后 易先生送出撰件 是物变的顺理成章了 他给了麦太太一个信封 没有告诉她是订戒指的事 还故作神秘的说要保密 就我跟你之间 好像故意要他找老吴似的 他是在试探麦太太吗 显然不是 也没有必要 他都跟崇敬吃过饭了 麦太太就是奉命行事的爵儿 没有上图的指示 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 他跟易有没有仇 那么谁跟易有仇呢 他是在试探老吴 他对老吴这个老仇人并不放心 事实上老吴也确实没有跟王家之和邝玉明说 暗杀取消的事 直说不及 留他多活两天收集军火的情报 但是后来怎么又突然有了刺杀行动呢 军火的下落都还不知道 而且老吴3153说过 没有他的命令不许有任何动作 这就是老吴的阴险狡猾 老吴最后一次露面 是王家之给信封那天 邝玉明弄不清楚易的意图 担心王家之的身份被怀疑了 所以认为最好派人在外面盯着 老吴当然知道没有所谓的怀疑 王家之早早就暴露了 但他默许了邝的行动 注意镜头给的那两个枪手的特写 他们是管武器的 而且是归老吴管 只有行动的时候才分配给邝小组 早在之前没有说明刺杀停止的时候 老吴就别有用心 虽然组织上不要一心认死 但老吴的刺杀念头没有死 他死了老婆孩子的身仇大恨必须报 刚好手头上有这群激进的学生 邝玉明天天吵着要行动 他可以好好利用你吧 只要给个条件给个墨许 说不定就能借刀杀人 而且这把刀是随时可以牺牲掉的业余小组 为什么说业余 因为最后抓人那俩枪手都逃掉了 只有这群学生一个不落全被逮到了 显然他们没有正式吸收进组织 所以老吴只是让义都活两天 放松警惕 但剑一直没有离闲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复仇机会 一一旦明确加入重庆 他就下不了手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家之区订完戒指出来 已经确认没有危险了 按理说老吴应该把队伍撤回来 怎么还会有几天后的刺杀小分队 明显老吴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 那俩枪手就是关键 老吴离开前和他俩单独走了 肯定交代了一些事 之后枪手就一直跟着矿小组 守株待兔到了刺杀当天 所以不存在说老吴下了撤退命令 然后矿还为令实施刺杀行动 因为如果存在这样的对话 老吴即便不想也得把枪手撤回来 否则这个命令就不成立了 对吧 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虽然老吴选择沉默装傻 但矿玉民也确实私自发动了这场刺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吴是仇杀 那矿是什么 他心爱的女人 其实蛮讽刺的 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民族大义救国救命 之前分析矿组织杀汉奸 就是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哥哥报仇 那么现在他又多了一个理由 李安突然在这里安排个吻戏 看起来这么不合情理 连王家之都说 三年前你可以的为什么不 只能说明这个感情已经蓄谋很久了 他当然也懊悔自己曾经的懦弱和自私 只是他一直都是被动选择 三年前恨自己不是女的 没办法接近义 三年后又因为组织的命令 不得不延长作战计划 迟迟不能动手 现在他手头有了武器 掌握了主动权 他当然不能再忍受这个被自己拉进队伍的女人 一天天往下线 只要王家之一天在任务里 义就会不断往他心里钻 他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基于各种感情 况不能再等了 他不想让他再受伤害 再承受压力 他要尽快把他从任务里解救出来 可惜矿欲名望没有想到 王家之会临时倒戈放走了老义 好 终点来了 如果我说 不管王家之有没有喊那句快走 他们这场刺杀都一定会失败 大家怎么看 这分明是螳螂补缠黄雀在后的戏嘛 其实一切都是易先生安排的一场戏 从给信封定戒指开始 就是一场大阴谋 我们回到张秘书在特工总部说的话 他说宪兵队会来要人 但老义却要给他一个痛快 于是张秘书直接通知老义 三浦和他的晚餐取消 改成隔天一早直接去鲜兵总部见他 老义显然知道 日本人已经怀疑他跟重庆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回办公室 而是说还有个约 然后镜头就一直切到老义回家了 自然大家就认为这个约 指的是和麦太太的约 但其实看他俩电光火时间的眼神交错 就知道和麦太太的约是临时的 毕竟和日本人的晚餐是突然取消的嘛 我们再重新看老义从布里出来的天色 和回到家的天色 到家的时间已经是两点半以后 但从布里出来的天色 跟电影开场的差不多 再怎么也应该是上午 这中间相差至少三四个小时 总部离家事实上只有十分钟左右的路程 也就是说 一上午离开布里之后去干了些什么 见了个谁 后来麦太太去Panceling咖啡厅等老义也是 他跟太太们说三点约了人 当时时间还没到三点 那么算离家时间三点整 从家里出发到金岸四路 加上路上没有堵车 大概三点十分左右就到了 注意车来的方向 我们再来看老义车来的方向 明显不是从家里过来的 他中间又去安排了些事 而且他上来就说晚了 之后他们在珠宝店坐下的时间是四点二十五分 也就是说老义来晚了一个小时 根据前面分析 从一开始定戒指老义就有所图谋 那么他应该很快就能知道老乌那边要安排一场刺杀 所以他极大可能将计就计联络第三方设立暗中保护他 然后自投入网 营造出重庆要暗杀他的假象 从而消除日本人对他的怀疑 顺势还能把老乌这个天天想要他命的仇人给抓 否则你以为76号魔兔这么好混 一路看到珠宝店门里门外那么多可疑人都不走 还要等王家之说快走才走 现场就没看见矿小组的人 说明那些新面孔老义都认识 当然他也想不到麦太太会来这么一出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既然易先生不会有危险 他为什么还要跑 这里我引用编剧夏木斯说的一段话来所解释 表演实际上是表演者和观赏者之间的默契 王家之表演爱情 易先生在表演欣赏 王家之还要表演对欣赏的欣赏 而王家之最后的行为 不仅在具体故事里露了底 引来了杀生之祸 就戏剧而言也破坏了默契 令表演难以为继 所以戏里戏外 不管是易先生还是我们 都是观赏者 王家之在戏里露了底 易先生就必须得跑 否则李安的戏就露了底 破坏了表演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 相信大家对色界这部电影 有不同程度的理解 那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是方方面面的 可大可小 所以不得不感叹一下李安导演的功力 能把张爱玲藏的东西挖出来 再藏到电影里去 其实以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 色界完全可以往大了拍 当然这样也失去了它的原味 反而李安的以小见大 让这个作品更丰满了 它利用肉体 情欲和人性 挖掘出了那个时代下的恐惧感 也对社会和历史的荒诞性做出了呈现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仅仅一个快走 女人的一个不合作 就会让你感觉好像 中国几千年的复习社会 突然被抽掉了一个柳丁 整个就坍塌了 不过我觉得不仅仅是复习社会 而是整个社会体系 包括所有的伦理道德 世俗规约 法理教条 都被一个女人因为情欲 一意孤行 甘之如頤的为虎作娼而轻刻瓦解了 但相当于摧毁了一个固有的意识形态 所以所有在这个社会体系的人 都会跳出来去批判他 审视他 为了继续维护这个体系 就像张爱玲和胡来城的爱情 被千夫所指一样 但张爱玲是叛逆 所以他笔下的王家之 也成了民族的叛徒 他就是要让他喊出那句快走 然后笑看那些人各种鸡飞狗跳 他们批判他 指责他放走了一个汉奸 背叛了国家 背叛了民族 但是我想问一句 易先生是汉奸吗 汉奸的定义是什么 他表面给日本人工作 实际上杨凤英维 结了军火给自己人 是汉奸吗 其实说到底 汉奸这个标签 往往是最终的胜利者所定义的 张爱玲就是看清了这一点 一帮人在后面斗来斗去 而况 王 甚至老吴老义 都成了利益的炮灰 然后最终那个将自己肉体献出 供奉在利益祭坛上的王家之 却要被冠以汉奸叛徒的罪名 被他的国家民族和历史所抛弃 所以我觉得放走易先生 是王家之这辈子的高光时刻 起码那一刻他是自由的 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忠于了自己而不是党国 所以他没有选择吃下那颗毒药 他永远活在了易先生的心里 但活着的易先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因为他的精神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活在心里 比活在现实来的要更长久一点 当汤伟喊出那一句的时候 这是他俩关系最高潮的时刻 所以梁汤伟也得到了 汤伟也释放 然后就在这一点上面 画上了句号 非常的完美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 不管是什么艺术家 所有什么还是歌手 你要知道 比亚如果没有摔下来 他还可以再像斗伟一样啊 嬷 句还好 词 算 诼 fern 词 美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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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诅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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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